Mavic 3E的DSM仿地功能 你用对了吗 超过200米 推荐大家使用网络下载功能 下载高层数据 你当飞机低于80米时 推荐大家使用本地导入功能哦 这是因为网络下载的高层数据分辨率只有30米 不是最新的地形数据 并且不包含植被建筑信息 飞行高度低会有安全风险 导入大疆制图生成的高精度DSM文件 检查参数开始作业 需要注意的是 当测区有大面积水面大物等情况时 视觉系统可能无法工作 不要使用实施仿地功能 可以在遥控器网络下载进行仿地飞行 划重点 常规作业实施仿地 高于200网络下载 低于80本地导入 水多物多还得下载 实施仿地最好 也还要牢记以上三点哦 接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